這個週末在海峽上空 好像發生了緊張的情勢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滿嚴肅的 台灣要正視這件事情 因為中美的關係 台灣去完全親美 然後願意被美國人打牌 美國人也盡情的打台灣的牌 已經把整個局勢攪亂了 這個確實是影響到 我們的很嚴重的安全 跟我們的生存的一個問題 這個跟國民黨無關 這個也跟選舉無關 這個是中美兩大較量中 台灣自己往美國這邊靠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嚴肅 先用國際的簡單的概念 跟各位觀眾朋友做介紹 美國承認大陸 是唯一合法的政府的時候 其實當時台灣也是被包括在 被包括在大陸之內的 只是對於台灣的主權的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對於兩岸之間的問題的解決 美國的在台關係法 是要求要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這是條件 主權認為台灣跟大陸是一個 是沒有問題 承認中國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沒有問題 所以目前在聯合國 在國際上都是這樣認為 但是由於兩岸之間 在過去來講 朝友善的方向在走的時候 我們彼此之間 對於有可能會有爭議 或是產生摩擦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台海中線 我們就設立了一個台海中線的 一種默契的各自的管制區 它不是一個國際法 再強調它不是國際法 是一種我對你善意 我們為了彼此避免誤解 發生衝突 換言之也就是說 有準軍事互信機制的概念在裡面 我們都知道台海中線 台海很短 最短的就185公里 所以如果以化中線來講 就是92.5公里 這麼短的一個距離中 飛機一上來 就在這個地方裡面 因此彼此之間 原來都相當有克制 可是如果有任何一方 想要改變的話 情況就變了 為什麼 因為就大陸來說 他在國際法上 他在國際人格 國際地位上來說的話 他當然包括台灣在內的話 他要改變 也有他的力量在裡面 他可以改變整個 目前的一個情況 本來彼此之間維持一個默契 就是因為不願意造成 誤會不願意造成衝突 可是當美國開始介入 台海事件的問題 美國是今年開始最積極的 介入台海的問題 1月下旬20幾號的時候 一艘驅逐艦 一艘補級艦穿過台灣海峽 他說航行自由維護 亞太 印太戰略 2月份也是在2月下旬 再一艘補級艦 一艘這個驅逐艦又再經過 那麼3月又再來一次 是兩艘戰艦沒有補級艦 一艘是驅逐艦 一艘是海岸巡邏艦 那麼經過這裡 他所強調的都是說 我是這是國際航行 國際航行的自由 我是印太戰略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在3月24號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到南太平洋訪問的時候 他特別強調 他說台灣 美國 日本 帛琉 都是印太戰略的夥伴關係 這是在3月24號左右 日期我們還可以再考證 那麼在3月24號左右 他在他的臉書丟出來 台灣是美國 日本 印太戰略的一個夥伴 結果27號到29號 美國的國務卿 跟他的軍方的幾個官員 正在國會聽證 聽證的時候 他們就強調說 要給台灣例如說 更多的一個外交的空間 包括所謂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他會用盡 他的所有的工具箱 確保台灣的問題等等 但是美國只承認 大陸是唯一的合法的政府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了 美軍的印太戰略也進入了 他也說一國 因為印太戰略的司令 就代表他有軍隊實力的人 他說一國兩制統一方案 不是兩岸的共同意願 已經開始介入 兩岸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到過了兩天 也就是這是在3月29號 美國的國務卿公布完了以後 這過了兩天 中國大陸的戰機起飛了 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我們的南部 所以是針對美方而來 針對美方而來 換言之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派出的兩架是殲-11 這個殲-11戰機 是中國大陸的主力戰機 它是一種中遠程的戰機 它的作戰半徑是1500公里 它的最遠的距離 可以攻擊到4000公里 我們台灣剛開始派出兩架 因為是在南部 所以派出兩架金國號戰機 金國號戰機是遠遠遜於 這個殲-11戰機 一個是中遠程的 取得空優的戰機 一個是比較低空的戰機 所以後來我們在 正派4架F-16 然後在這個地方進行的對視 有10分鐘左右 從這個角度 滯空為什麼很重要 是因為如果它的戰機是中遠程 它可以在空中 停留的時間長的話 它的飛行員在這個地方 活動的範圍就大 我們如果遠的作戰半徑短的話 我們上去 例如說一兩個小時 我們就要回來了 因為你一定要落地 要加油 然後再上去 這個時間我們就可以知道 中國大陸派出的戰機裡面 它要改變現狀 這個改變現狀 其實就是給美國施加壓力 也就是說你美國認為 這是你的航行自由 你的船艦可以自由的航行 台灣海峽 未來大陸的戰機 也完全可以在你的軍艦 航行自由的情形下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國際的空運 所以美國的戰機 也可以完全在這個地方 大陸的戰機 也完全可以在這個地方裡面 進行它的航行 那麼進行它的航行 它可以對於美國的軍艦 因為你說你有航行自由 我也可以在你的上控裡面 來進行那麼偵察 進行一種 給你低空的一種壓力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你美國的軍艦過來 它的戰機過來 都在這個地方交接的過程中 它慢慢的越過中線 在未來也可能進入台灣的本島 因為它只要在這個地方飛行 你台灣的戰機上來的時候 由於在國際上 大家都說台灣是屬於 大陸的一部分 只是我們現在是兩邊分治是事實 但是如果大陸開始戰機 要進入台灣的空域的時候 這個沒有辦法是涉及說 你侵犯我的主權的問題 我們在強調 你沒有辦法對大陸說 你說從國際法的角度 沒有辦法 你只能說我們 所以你要啟動我們內戰 繼續再進行 內戰繼續再進行 外國人就不能夠干預了 也就是說我們兩岸之間 繼續在打內戰 你外國人就不能夠干預台灣的 跟兩岸之間的內戰 未來大陸的戰機 如果也在台灣的上空的時候 你只能夠保持警戒 它如果沒有發動攻擊的話 你也不能夠在第一時間 把它打下來 所以我們的飛機就變成 在這個地方 只能夠用戰術干擾 例如說我改變你的航向 我改變你的飛行的航向裡面 我把你慢慢的 是不是往那邊趕回去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我們彼此之間產生誤解 飛行動作 氣候等等變化裡面 產生摩擦或是產生相撞 或是產生什麼樣的 不愉快的事情的激率就大增 一旦發生了以後 這個時候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該怎麼處理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就激起了兩岸人民的憤怒 對抗的時候該怎麼處理 再最後一個 美國敢介入台海戰爭嗎 我這邊很篤定的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美國根本不敢介入 美國現在的軍隊 沒有辦法打一場 大規模的戰爭 因為他的軍隊點平化以後 他二十幾年來 都在打防恐戰爭 所以他的部隊 都是打小型的戰爭 他沒有辦法打一個 大規模戰爭 更何況他的部隊 也拉不到亞太這個地區裡面 跟大陸交戰 因為跟大陸交戰 所有電腦的模擬的結果 美國的航空母艦幾乎會損失待辦 而美國製造一艘航空母艦 要五年以上 再讓它成為有驟戰力 還要兩到三年 所以對於美國來講 只要航空母艦打完了 他根本就沒有遠地的投資能力 這個時候美國的國力 在國際的影響力 會大大地縮小 更何況他根本不願意 不敢跟大陸正面的交戰 為了台灣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當台灣目前我們的政府 就是蔡英文 完全倒向美國 而且跟美國這樣子 不斷的在那邊 我利用你 你利用我 而且我更願意 被利用的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局勢在改變了 這一個局勢要重視是在哪裡 是因為以我對大陸 這段時間以來所觀察到的 就是說現狀他們是盡量維持 但是現狀一旦被改變 他們就不會讓它回去了 所以當你美國 一直在穿梭台灣海峽 而台灣說 我是你美國印太戰略的夥伴的時候 你美國跟台灣 要改變現狀的情形下 大陸就會讓現狀回不去 也就是說 他的飛機今天飛到台海中線 未來會常常飛到台海中線 未來你也不能夠排除 他直接飛進台灣的 本島的上空 那麼各種各類型的飛行器 飛進台灣本島的上空 你就不能夠完全排除 這個就是大陸 他們目前來講 他們維持現狀 可是你一旦美國 你要改變現狀 我就讓現狀回不去 這樣的情況對美國無差 可是對我們台灣有差 因為台灣的民眾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民進黨政府一面倒向美國 甘願被美國人當成一個台灣旗幟大 對美國人來講沒有傷害 對台灣來講絕對是傷害 剛才二教授有特別分析到 其實在今年1月24號 2月27號跟3月24號 美軍的驅逐艦跟補給艦 通通都航行通過台灣海峽 也就是所謂他說的自由航行權 當時這三波驅逐艦跟補給艦 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蔡英文總統說 這是國防系統都有掌握的相關狀況 這是美國一個自由航行的權利 跟我們的價值是一樣的 外交部長吳釗燮也說 美方已經通知我國 這個是一個常態性的 自由航行的任務 告訴他們通過是可航行的國際水域 一切的活動均遵循國際法 另外國防部長贏得發指是說 美方是依照國際法在公海的自由航行 我們看到對於美國的軍艦 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我們從外交 國防 總統通通都說 這是他們自由航行的權利 這是符合國際法的 這一次中共軍機殲-11 也通過台海中線 這個事情我們看到 從蔡英文 吳釗燮到國防部的說法 完全不一樣 蔡英文總統說 要提醒北京當局不要刻意挑釁 不要製造事端 不要試圖破壞台海現狀 外交部長吳釗燮說 我方要譴責這樣的事情 外交部第一時間通知了 區域合作夥伴國家 是通知美國跟日本嗎 外交部通知美國跟日本 美國跟日本的軍機 有任何的動作嗎 好像沒有反應 那你通知幹嘛 他說通知內容就是說 中共的軍機越過海峽中線12分鐘 侵入距離大概是43海里 另外國防部說 嚴正抗議要譴責 此舉嚴重的衝擊區域安全的穩定 民黨立委王定宇也來插一腳 他說他是國防委員會 他說中國現在像一個喝醉酒的壯漢 每天在加油站附近抽菸 所以我們是加油站 意思應該是我們是加油站 所以我們是火藥庫 所以隨時有可能 因為別人抽菸就點爆 而且到美國的軍艦 通過台灣海峽也是在抽菸嗎 所以有兩個罪漢 在我們台灣海峽抽菸 我們這個加油站很危險 謝謝大家想像一個場景 過去馬政府執政8年的時候 你有看到這樣的情景嗎 就是軍艦不斷的通過台灣海峽 然後大陸的軍機 就是不斷的在我們上空 這樣子環繞飛行 沒有 所以我覺得兩岸關係 本來就是重中之重 本來就是要很小心拿捏的事情 但是蔡政府處理不好 她的態度是過於傾向美國了 所以美國做的什麼都是對的 然後惹來這個大陸大陸不高興 然後今天軍機變成這樣子 然後壓力感受到 然後就訴諸國人說你看 大陸要來欺負我們了 然後這時候對誰是最好 對蔡英文最好 因為蔡英文現在正在初選 你看她今天連臉書 她都發表這樣的文章 然後她今天開記者會 她接到外賓的時候 她也發表文章 她就要從這邊來獲取 她最高的政治利益 但是就沒有人會去究責說 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領導人 你怎麼沒有本事處理 你會把一個國家弄成是 變成自己 快要變成是一個熱區熱點 像是快要變成一個戰區的感覺 這個是台灣人民之府 不是 然後蘇貞昌院長也是很離譜 之前不是說拿一支掃把 跟你拚到底 完全就是一種 就是很魯莽 然後沒有智慧的一種 處理大政方針的方式 如果再這樣子處理下去 我很擔心剛剛賴教授講的 如果這樣子 大陸要把它變成是一個 常態化的時候 請問每天我們的空軍不累死嗎 我們這一些好不容易 現在募兵其實募得很辛苦 我們這些當兵的人 不斷的到空軍 就是緊急 然後就要升空 然後就要去做一些的處理 我們國軍何故 所以如果你一個上位者 你今天還有更好的方法 我們可以跟大陸 可以用一個溝通的方式 談判的方式 去取得一定的政治共識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要 為什麼九二共識 你硬是把它抹紅 然後把它丟掉 九二共識就要抹成是一國兩制 然後什麼都不要 然後結果你現在演變成這樣情況 請問這樣子對於我們台灣 有比較好嗎 你要不要看看其他外資外商 如果看了說這是什麼情況 我覺得今天的這一個 還不是說我們台灣 內部人民感受到一些壓力而已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投資者 今天看到台灣跟大陸的情況 看起來和平 沒有像過去這麼的和平穩定 然後不斷的變成是一種 軍事對峙的情況 請問還有人要來台灣投資嗎 你的拚經濟 你還有路可以走嗎 所以我覺得蔡政府 真的是非常的不治